洗好的番茄划十字刀 用开水烫一分钟去皮 金针菇小半杂切去根部 放入清水洗干净 撕小朵 装盘备用 将洗干净的嫩豆腐一分为四 鸡皮 把中间的去掉 切碎 下面磕两鸡蛋 一茶匙的酱油 浇散 热锅放油 油温七成热下入番茄 充分炒出番茄汁 炒至这样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煮开 煮开我们下入豆腐 煮一分钟 一分钟后我们倒入金针菇 金针菇因为比较长 我对半切开了 继续中小火煮两分钟 煮出金针菇的鲜味 煮了两分钟 我们放入适量的盐 因为金针菇跟豆腐都比较鲜甜 我们就不需要加其他调料了 我们再倒点淀粉水 让汤汁变得更浓稠一些 搅动一下 在汤汁变浓稠 我们边倒鸡蛋液边搅拌 煮至鸡蛋凝固 我们关火 撒点葱花跟香叶 这道西红柿金针菇汤呢 就做好了 简单快速非常有营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那边是小时的 贵的水 我们会把汤汁变得更好 可是我们就在家试中 好多吃 我们就坐在家语中 咸鸡蛋液 感谢观看